大家还记不记得 童谦电视上放过一支广告 广告里面孙悟小走在海边 阳光洒在她的脸上 一切都显得那么惬意 这个时候她戴上耳机 耳机里放了一首女孩上的歌 阿龙大家好 我是阿龙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还原这首 童谦广告神曲 我在那一角落晃过伤风 事先声明一下 这个视频我们没有任何广告 大家可以放一声 当然了我们这里的广告 我正在招呼 故事的开始很简单 有一位粉丝给我们留言 希望我们可以演的这首歌 完成她的心愿 当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 思绪一下子被带回来200几年 年少无知的我 搬这个小板凳都在电视机前 每次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 都感觉如沐春风 广告里那个女孩的歌声 仿佛十几年来 一直延绕在我的梦中 更重要的是 这首歌一下让我想到了乔妹 还有那些年追过的韩国女明星 这里就不继续展开了 总之呢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位粉丝的心愿 我们决定把这首歌 好好地弄一弄 首先 我需要学习这首歌的钢琴部分 这对于从小学音乐的我来说 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 开始就养成了一个习惯 听到任何感兴趣的音乐 一定要从钢琴上演奏出来 不弹出来浑身不舒服 除了到过去的梦中 我只给我做梦中 我刚才在梦中 我看这首歌是一首歌 我只需要找一名可爱的妹子 录制这首歌 人生部分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时候 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我的搭档是个小提琴啊 我难道不可爱吗 我也可以唱的 没问题 别唱了 这拉了 不是你拉 你拉了 这一句很不适合小爱琴拉 因为这一句是搭来搭来 但小爱琴没有舌头 它是那搭搭搭搭搭 它像搭搭搭搭的 但是如果你用高潮 就是那个副歌那段 用小爱琴拉就特别好听 就是那个 这儿 最后我们还是决定 好好改变一个 只有钢琴和小爱琴的版本 在一番激烈的讨论过后 终于开始了我们的正式录制 这个时候应该就会有劳本问了 阿龙啊 你们演奏的这么专业 那你们的录音设备 一定也很专业吧 我估计大家都猜不到 我们的录音环境 你们可能以为 我们的录音室是这样 这样的 但其实我们的录音室是这样 这样的 这个不足十平米的客厅 就是我们的摄影棚 加工作台 加录音室 为了录制到更纯定的 小提琴的声音 我添置了三块隔音板 每次把小明包在板子里面录音 于是小明的姿势就变成了这样 说真的 我很担心 我一不小心碰到了耳机 然后耳机先断掉了 小明直接从椅子上 一个后面翻摔到了板子外面 视频制作不易啊 求求同学们给个三连吧 求求了 求求了 但是再艰难的条件 也阻止不了 我们帮粉丝完成愿望的心 还有就是 每当音乐制作完成 按下空格键播放的那一瞬间 你会发自内心地觉得 喜欢音乐真的是件很幸福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制作这样的视频 大家别忘了点赞 投币和收藏 如果你有任何对这个视频的建议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隐约留言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很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一定要记得转参给你的朋友们哦 我是阿龙 我是嘉宾 我们下期见 我下期见